8月29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由柯沙瑞罗加潘迪率领的 尼泊尔教育代表团 毛主席同尼泊尔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四川梁山仪族地区 昭爵县的南平高级农业社里 有一批成都市的青年在这里落户参加农业生产 汉族青年同仪族社员并肩劳动 在技术源的帮助下进行科学实验 为改变梁山的落后面貌贡献力量 在同一族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 青年们热情地向遗族社员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 河南省安阳市青年良店 认真贯彻勤检办企业的方针 发扬为生产服务 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可贵精神 连续八年获得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为了缩短顾客购量时间 良店职工变成了一套过硬的业务技能 会计不用算盘可以很快地把购量款数算清 购量员称量时 百分之八十五可以做到一乘准 量店里设立了一个服务处 顾客的量袋破了 这里有针线可以使用 双职工的粮食也可以由量店带买 对于老弱病残 够粮有困难的住户 粮店便主动送粮上门 他们处处方便群众 群众也把量店职工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复饭的旗带山区 有着广阔的天然牧场和丰富的地下宝藏 山上气候寒冷 积雪常年不化 今年六月中旬 祁连山大雪纷飞 青海综合地质大队 祁连山地质队的同志们 为了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寻找资源 冒着大雪严寒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把钻探设备送上山去 在海拔四千六百公尺的雪山上 树立起了高大的钻基 这是地质队员们不畏艰苦 辛勤劳动的结果 夏天是祖国南海上 采捞麒麟菜的繁忙季节 广东省海南岛穷海县 海南第一海水养殖场的职工 每天清早便到养殖区 潜入海底进行采捞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吉林菜 锡林菜又叫石花菜 琼芝 草珊湖 是一种红色的海藻 它含有丰富的胶质 是制造琼胶的主要原料 琼胶是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 河北省阳源县王家粮村 解放前全村没有一个人认的字 现在办起了一所简易小学 贫下中农的子女可以上学读书了 小学教师班城满 是一个热爱山区教育事业的好教师 在办学过程中 他依靠贫下中农的支持 克服各种困难 整修教室和桌椅 自己制造教学用品 用穷棒子的革命精神 把学校办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适应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 班城满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 现在他所教的高小学生 基本上已经掌握了多位数猪蒜的城处法 初小学生也会写一些简单的农村应用文 王家梁简易小学 还采取了多种的教学形式 给住家远不能走读的学生送字上门 使他们也能得到学习 在班城满的带动下 孩子们通过各种劳动 培养了热爱劳动的观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